第一个原因 蔡英文未来还是必须抱紧美国大腿 而邱国正呢 他在美国的军校 是练过书的 是受过训的 他跟美国的互动 也非常的绵密 蔡英文也知道 今天要抱紧美国的大腿 要强化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 邱国正是给史上利的 第二个跟美国的关系 非常密切 英语贤熟的人来扮演防长 他才能够使对美的军构 能够顺利的开展 而且能够扩大 那第三个呢 美国的罗德智库 也建立过台湾了 台湾的后备战力要提升 来补足现有的战力的不足 而这方面 邱国正也是轻车收入 所以邱国正 最后成为防长的人选 其实早就已经被预期了 我早就预期 邱国正一定是 这一任的防长 我早就预期了 我早就预期了 我也要预期了